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按讚 音乐 開啟全部小鈴鐺喔 終於找到了今天落腳的旅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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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 我現在已經到了我住的房間 衣服跟口罩先掛著 因為實在太熱了 小鈴鐺好熱喔 剛剛那個民宿的老闆娘說 因為我訂的是經濟雙人房 所以房型會稍微小一點 但因為我是一個人旅遊所以沒有差 太大的空間反而有的時候會怕怕的 那我今天的房型就是有一張雙人床 然後其實旁邊就是廁所 可以在裡面灌洗之類的 床頭的擺設也很簡單 旁邊有個小小的床頭櫃 然後就是有擺了兩瓶水跟一些遙控器還有衛生紙 然後往下一層呢就是一些洗澡用的備品 在下面就會有拖鞋跟吹風機 然後這個毛巾啊 因為他們本來房間是配一條小毛巾 但因為我在這邊大概四天三夜 他剛剛就有問我說 需不需要幫我多準備一些毛巾 然後我就想說再跟他要個一條好了 這裡還有兩個主燈的控制開關 我還蠻喜歡他的門鎖設計 他除了這個以外還有這邊這個鎖的這種 然後這個鎖上去之後 好像這個還可以再加吧 欸對好像也可以再加 可是我好像沒有辦法扣的很裡面 他可能有一點不是那麼的密合了吧 沒關係這樣的鎖我覺得還蠻安全的 然後他們這邊也有提供Wi-Fi 床有點皺是因為我剛剛有坐在那邊休息一下 然後我的心理箱進來這個走道其實就有點滿了 那廁所呢他本身是沒有那種乾濕分離的設計 這邊也有提供墨浴爐跟洗髮爐 整體而言這間鋁束給我的第一個印象就是 他有翻新過然後看起來東西都還蠻乾淨的 他的燈前開之後其實蠻亮的 我剛剛一進來還想說 怎麼好像燈光沒有很強 可是現在開了之後發現其實很亮 整個都因為他牆壁也都是有重新粉刷過 所以整個非常的白 我覺得這邊啊就是 離外面那個就是小琉球最熱鬧的那個街 就進來一個巷子轉進來就到了 然後以這邊的 這邊好像都住宅戶居多 唯一如果有比較 可能比較 我覺得有點可以再改進的地方 大概就是他的個陰 因為我本身是住樓梯旁邊一上來 在二樓的第一間房間 所以他的那個 人家進出可能會聽得比較清楚一點 然後現在馬路外面有小朋友在玩 那個聲音就聽得到 那關於我這一次在小琉球的住宿 就介紹到這邊 然後短短的一篇就是 給大家知道說 小琉球的住宿除了那些比較 知名的民宿之外 還有其他像這樣子的一個 比較新穎的民宿旅店 因為我今天是一個女生 就這樣子出來旅行 那如果在找房間的時候 我也會考量到說 這邊的隱密性啊 還有他的安全度夠不夠 那加上房東目前看 應該是都OK啦 因為他也是女生嘛 然後也很親切 然後剛剛也有提到那個房門的鎖 也讓我很安心 那我一早就坐了 八點十九分左右的那班高鐵 然後直接先到左營 左營再打了街坡車過來 然後又在搭船 其實蠻累的耶 我等一下應該就是 因為手機跟相機也都剛好 快要沒有電 所以先充一下電 然後睡一下好了 晚上再出來 看看有什麼東西可以逛 所以說到哪個房間 然後再打一擠